无极生太极,太极了 太极怎么不是有极呢 说无就是有,有就是无 它两个也是阴阳的一体两面 我们说这个无,说的是无规律的一种原始态 这个无规律就是最大的规律 实际上阴阳的互动自然有它的规律,那自然有它就是有 就是说无极 在里面相对的就是有极 那它两个是同等的 你说无不可能完全生出有,它一定自然是有 相等同极 那太极就不一样 那什么是太极呢 我们说了极 那它是天地人 一个整体 叫极 那太呢 太在古代啊 据现在考证 大加一点跟不加是一样的 都代表大 极大 就大到 这个极已经很清楚了 很清楚 就是 马上 就要分开了 那还叫太极吗 那不就两一四相吗 太极 你想 它是动的吗 那这个话一问出来 你就可以想知道答案了 一定是动的 不是静的 所以 所以 有人 古人把这个太极 分成四个状态 什么 太粗 太速 刚有气 动的时候 然后 长 成 大概这个意思 可见它这个太极 表现的 这个大 就是 也是清醒者上 如初者下 一个动态的一个过程 就从无极 你看无 我们 如果把太极化成 黑色 白色 那这个无就是灰色 灰蒙蒙的一片 混沌一片 而且是 平均态 就密度完全相当 就是一张灰色的指 那太极呢 就开始分了 开始动了 内动 动完了之后 就生出 两颜四相八卦 那 你说无极 啊 怎么就变成太极呢 它 进 原始态 就像 宇宙大爆炸 现在科学讲 那个点 而 其实它也 按道理说 是一瞬间 常态是动的 那你怎么样 让它不动 我们说人 说修啊 说怎么样练呢 就 人 心态好 真的一点波动 没有吗 不可能 那已经成真人 完人了 那你修成了 回归答道 我行李坐卧了 处处平衡 那你处处远 处处无极 无我 那你真的修成了 所以 你当心 当什么什么 不动的时候 那就无极 一动 太极 那太极自然也有它的规律 所以我们 就说 这个 灰色的 变成 黑白 两个分开 它的这个规律 就轻轻的上波 轻的下 分成阴阳 那我们下几个就说了 阴阳 那在这之前 那这个太极 一 它是动的 只有规律的 是一个整体 二 古人 说这个 太极图 我们 各种常识 所谓大的 学识学究 去研究它 到底什么样 画出各种各样 搞不清楚 我们如果按这个 先后天八卦的这个 因那变阴阳变阳 是这种